有事件未解決,當然政府特首就要出來解決 殺人犯現在是通山走 這個真的未見過 通山走 剛才我們都說,之前你說不想香港變成逃犯天堂 現在逃犯通山走 如果我今時今日,我的科特是一個殺人狂 我不怕阿鵬很久,我想做低阿鵬 我不在香港工作,我靜雞雞,疫情完之後 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可以去的 阿鵬,我和你去英國 不,英國不知道有沒有引導協議 去回台灣,不要這麼麻煩 然後,阿鵬來威士忌,喝一杯 喝一半的時候 你下一個砒箱 不用,不用麻煩 喝到一些瘋狂 今天準備了好東西 來,外面叫幾個女人進來 一開門幾個大的女人進來 發了歷史 我一頂你的肺 公愛光驚 殺完了 殺完人了 支援完 要比陳同佳 然後我回香港 我回香港之後 你拿了我的信用卡去滾掉 回香港之後就坐兩年了 陳同佳那時坐了一段時間 又受到警方的保護 又住安全屋 又要吃燒鵝鼻 這個真是一個很錯的訊息 一個很錯的訊息 傳給我們香港 這些是正常人 之後就找一個深山給你 在深山做修煉 通山跑 吸日月精華 天地靈氣 沒錯 你現在真的變成天堂 如果我是一個殺人狂 我見到這宗陳同佳的新聞 我真的會這樣想 不是啦 蔡大 我們租州鵬 不要在香港租 帶他去台灣 帶他去叫雞 然後喝點美威士忌 講歷史 這麼喜歡講 散你的肚子 拿你的肚子 然後說一句 蔡大 回到香港 很短的 你在街上坐一陣 出來又保護 最近又信宗教 胖了又圓潤了 那死得的 何樂而不為 真的可能有些別有用心的人 我不是說笑 我不是曲道員 真的是 根據陳同佳這件案例 他們真的可能有哪些仇家 看不順眼 或者黑幫仇殺 那些約去台灣談 假裝包起你去旅行 原來就去台灣做過你 馬上回香港 如果大家例如發生這件事 是民建聯的成員 我不敢說 例如是墨家鎮 民建聯想這麼害怕 民建聯也是等進去政府 但我們不能用暴力解決問題 無論你的情操是多高尚 假設究竟會否因為 某個身份不同 處理上又不一樣 陳同佳的情況 台灣不發簽證 他們是到處走 有強哥還好笑 強哥還說 舉個例子 殺人犯坐完牢出來 他也是一個free man 但陳同佳在香港坐牢 當然是因為信用卡 不是因為殺人 你入監獄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進去之後 因為他改過自身 他使用卡 叫做偷竊 他坐了 又不偷竊 他放出來 你可以當是一個 因為偷東西的撕匪 更新了 但殺人那部分他還沒坐 他還沒坐 你不可以當他是一個 殺人犯 坐完監 殺人那部分他還沒醒覺 因為他還沒坐 又還沒審 那你將香港的殺人犯坐完監獄出來 你要跟陳同佳 一來看看強哥這件事就說不通 因為他還沒審 我們跟英國的法律 這些還沒審 全部都叫做innocent 其實陳同佳到現時為止 你都不能說他是 他可能信用卡那裡是犯了罪 但你還沒真正判 你不可以說他是殺人犯 他還沒判 但他認了自己是甚麼 他對著鏡頭說 我殺了人 這樣 我們又不知道 可能有冤情 可能原來不是陳同佳殺的 他的best friend 殺了他的女兒 然後我做兄弟 頂刀 我幫你頂 不就是好像阿富汗塔利班電視台訪問那些街坊 喂 你們喜不喜歡塔利班 但要拿著AK 常常指著你接受訪問 喜歡 喜歡 很喜歡 真的不是開玩笑 陰謀論 可能內有冤情 他那個老死 或者他跟錯人 認識了那些大佬 就給了一筆錢 就他拿你去那裡 賺倒他 是嗎 然後回來 那就可以了 我們計劃過的 回到來 最多是拘捕你這個信用卡 拘捕不到你那邊殺人 接著就這樣 然後他死都不自首 還沒判 是呀 我是認了 那他沒理由 供他後面那些人出來 陰謀論 我們看片 只是看到陳同佳 拖著行李 行李裡面疑似是屍體 最多都是非法處理屍體罪 以及以我們粗疏對法律的認知 殺人都有幾種判法 你蓄意謀殺 自衛殺人 自衛殺人 還是不殺 都有幾款 所以就要審 審完才可以說 原來他是這樣殺人 接著就判刑期給他 這件事首先釋放了這個信用 所以我們說 之前我們很流行說一個 就是堵塞漏洞 本身這件事 我們不用單次引渡的方法 就是因為覺得 這個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是一個錯的做法 我們做了這個 那下次又怎樣 後次又怎樣 但是反過來 現在就是我一間餐廳 不要說餐廳 大家在家裡吃飯 因為你的鑊鏟 那個鑊 黏底 你就說 黏底 那我不吃飯了 兩年都不吃飯了 不是這樣的 你可以照炒住 到下一次 你就換過鑊鏟 但你不能說 因為我的鑊鏟 黏底 我一輩子都不吃飯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你說是不是不單次用 單次用就不好 那你現在搞到這樣 星期三 就記者會 這件事很嚴重 蔡先生 你叫中聯辦駱惠寧先生 落到來 好了 林鄭我們剛剛就分析了 你說如果要連任 其實一定要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是民生的問題 民生無小事 大陸就最關心香港的民生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搞這個房屋 就是覺得 那些人會不會是因為很多人 像我那些 看不到前頭 或者家裡賣不到樓 那就沒有希望了 那就上街 唯有 猜他們很想上街 他們都因為見不到希望才要走出來發聲 所以這些民生的問題 是一定要解決 好了 你說林鄭明天出不出席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看遠一點 中國圖看 Look wider 如果我是示威 我是波哥 我是超哥 這個星期三 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就想起 當然 我們香港人 就很反對人大釋法 因為國防和外交是北京管 其他所有都是香港人的內部事務 如非必要都不會提請人大釋法 這是過去香港人的立場 但是之前都釋法過幾次 譬如那時 居港權問題 有168萬人可以來香港 既然當年都有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提請人大釋法 對於基本法也好 什麼都好 接著就處理 陳同佳案 可不可以提請人大釋法 平時以前都喜歡在基本法條文 都加了一些東西 你先釋條什麼法 我不是叫僭建 我不叫僭建 在優化這個基本法 加多條可以嗎 如果牽涉到香港與台灣 搞出人命的案件 如果台灣地方令到人耽誤 我們提請人大釋法 香港是有權 代理台灣地區的審判權 直接在香港法院審 那就提請人大釋法 加多條文 那又不是那麼好 如果我是林鄭 我又會說 你大陸是有死刑的 你香港是沒有死刑的 如果我這些大陸的逃犯 殺了人過來香港 那你用這條法例 就說我在你香港審 那就好啊 香港我最多終身監禁 但大陸我要死 這樣又不是那麼好 但我只是覺得 如果明天星期三 特斯特辦 現在沒有辦法了 台灣玩東西 特斯特辦 他就單次引渡 如果是這樣想 其實他可以這樣當的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犯法 如果是屬於中國的管轄範圍 就是台灣 那就可以在大陸審的 十二人案都是這樣 他在上面坐完才下香港再審的 當然有人說 十二人案不可以引用這件事 如果阿鵬說了很多次 喂 台灣是中國一部份 現在台灣犯法 然後就在中國的範圍 運到大陸審 運到北京審 香港是審完的 香港審完就運到大陸審 你說大陸會死刑 死刑就死刑 死刑也可以有搞死緩 再不是 一定有方法審完有了結果 然後他怎樣懲處他 或者之旅 會不會又有外國勢力出來說 這樣對陳同佳是不公平的 我們要加入 然後他又會說話 陳同佳是不是要保外就醫 你起碼先審 他不是政治犯 譬如說審完 都在上面先服罰 譬如說在上面 中心監禁 剝斷什麼政治權利 中心什麼之類 就在上面坐 有些香港人都在上面坐 原來香港再審 好像當年的幾個拆謊 不知為什麼張志強在大陸落網 審了 不要緊 總之幫潘媽媽拿回公道 所以剛才科豆說 其實星期三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擂台 沒錯 你看看你懂不懂得善用 要合情合理 要合情合理 很簡單 現在有件問題 公司就發生了 明天就開一個會 明知蔡神可能想連任 例如說我又想競逐這個位 彭又想競逐這個位 我們明知蔡神 他想不到這條計劃 他不行了 出不出席都成問題 如果我想上位 我明天一定去 然後就說 哎 不要緊不要生氣 小事小事 我呢 為什麼我們開會要說普通話 明天是駱惠寧 當然我們不知道駱惠寧去不去 如果他去的話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不是大問題 機會 不是我說林鄭大問題 又說不是西環治港 一直都否認西環治港 現在赤裸裸的西環治港 上次探員劏網之後 林鄭出來說了 這些是很正常的社交活動 他們都很關顧我們香港人 民生問題 先不要政治化 殺人也是民生問題 殺人當然是民生問題 現在我有一個逃犯 在深山四圍走 還不是民生問題 其實都很挑釁 你敢不敢去行山 現在深山有個沙 還不是民生 這個差遠一點 你是不是管浩明說 他有一個遠離人煙 很難找到他的地方 地獄 找不到人 我真的不知道香港有哪個地方 我們估計一定是深山 荒山野嶺 管浩明也蠻挑釁的 講中文字的結構 一個人在山上 神仙的仙字 你現在是不是在說 沒有啊 陳同佳現在正在做神仙 正在看世界 聖人 聖人 你那些凡夫族子 你認識毛 很挑釁 如果我是潘媽媽 我不拍桌 是不是人在山中 你不是做神仙 其實你們剛才提到的重點 下了地獄的機會大些 見不到人 如果在很短時間 再發生類似的情況 那香港是不是 逃犯天狼 立即要變成 這個 逃犯天狼 以及立即去處理 對 殺人犯通街走的 通山跑的 那些什麼 泛民那些都坐牢 沒有人出來說 那些對白 但到時就靠民建源出來說 又發生陳同佳類似的事件 真的 多一個都不多 不是 一件都不可以多 不是 一個都嫌多 那些 那些 那四個人可以在深山中打麻將 然後 安全的角落打牌 對 全香港都有人在中國台灣的地方 倒油之後回來香港 然後到街上走 所以這個錯誤 現在真的很危險 你這個骨牌效應 你這個陳同佳一天不解決這件事 待會兒真的好像我剛才說中了 有些殺人魔 就是好像早前南丫島那個